慢慢人生三万天,你还剩下多少天? 如果今天会不同,你会怎么过今天? 欢迎来到就在今天直播间 我是你的镜头教练游泳气 协助你透过镜头打开市场,打开人脉 欢迎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很特别 哇,叫做赚钱 哇,这是一个我很有兴趣的话题 你喜欢这个话题吗? 年底啦 新的一年要到了 通常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会做些什么东西 也许有新的希望 我们开始会做一些目标设定 我们今天来点比较实在的,好不好? 好,我们明年打算赚多少钱 请问你在乎这件事情吗? 你在乎自己在生命当中 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素质 然后更丰厚的收入 你在乎吗? 是的,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这个主题 我相信你会有兴趣 这个主题就是 2022年 个人赚钱的三大原则 有没有兴趣啊? 好吧,我们就直接来谈 第一个原则吧 直接告诉你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则叫做被动式 被动式的方式 是,我告诉你的是一个原则 你做什么都好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地方 叫做被动式 今天主要的一个对象呢 它是集中在就是销售的人 请问你是在做销售吗? 如果你是在做销售的话 请你在直播间打一个1号好不好? 请你在直播间打一个1号 让我知道你是在做销售 如果你不是在做销售 就打一个2号 好的 那么请问你是在做一个销售的人吗? 常常啊 我问一些朋友 很多上班的朋友 他说他不是做销售 其实我觉得好不好 每一个人都是在做销售 为什么呢? 不管我们销售是有形具体的东西 或者是无形 比如说是时间精神 或者是我们的 就是比方上班也是嘛 销售自己的体力 销售自己的时间 销售自己的信任度等等 是总之我们在做销售的话 我觉得要开始研究什么是被动事 请问你喜欢销售员吗? 请问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喜欢销售员的话 请在直播间打一个3 不喜欢的话打一个4 喜欢销售员的话打一个3 不喜欢销售员的话打一个4 好不好? 经常我这样子调查 很多做销售的话 他就会勉强自己打3 而实事上很多人不喜欢销售员 都会打4的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没有人 把它写下来 没有人喜欢被销售 可是人却喜欢购买 再讲一遍 没有人喜欢被销售 但是人很喜欢购买 因此如果你是一个销售员的话 那么请你要注意一下啦 注意什么? 注意一下 不要变成你客户讨厌的那种销售员 是的 在直播间上 我曾经看到 我现在看到 有一些人都有打4的 对了 有一些人都打4的 如果你是一个销售员 你也不喜欢销售员的话 很可能一个原因 就是你不太敢去做销售 你不敢跟人家介绍你的产品 因为你自己都讨厌销售员 是还是不是? 那不是很矛盾吗? 那你干脆不要去做直接销售好了 来,收拾一口气 吐气 再吸一口气 吐气 我们今天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让客户喜欢你这个销售员 其他销售员我不理 可是要喜欢你这个销售员 接受你这个销售员 请你一定要开始去考虑 用这个方式 叫做被动式的方式来赚钱 因为赚钱最多的人 第一种叫做明星 第二种叫做销售员 谁告诉我的? 我父亲告诉我的 因为我父亲做了几十年的销售员 我们都是这样子被他带大 被他养大的 是的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明星很会赚钱 没错 但是有第二种更会赚钱的 不是更会赚钱 是也是蛮会赚钱的 就是销售员 每一个老板都是销售员的出身 可是在做销售的时候 大部分人不喜欢销售 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采取什么叫做? 被动式的一种方法 所谓被动式的方法就是呢 我们不要再去推销 因为如果我们再去推销的话 就会引起别人的厌恶 举一个例子 你经常在FB Facebook IG Instagram 或者是在任何场所 你看到别人在讲的时候 请问他打的广告 是不是在讲产品啊? 是不是在推销你这个产品有多好啊? 当你一看到产品 别人在讲产品的时候 你讲到任何有关产品的成分 你讲到产品的一个规格 产品的有多厉害多厉害 我们通常都会把它归纳成广告 喜欢看广告吗? 不喜欢看 我们就把它推到了 推掉了 是还是不是 马上就变成一种别人讨厌的人 所以啊 请你在任何场所 不要再去讲你的产品 要卖产品以前 现在要卖什么? 自己 卖自己是最高级的销售手法 这个方法 所以你在讲产品 你很熟悉 所以你去讲是不是? 可是无效 所以你要被动 你要怎么样被动呢? 比较重要一个地方就是 你不要再做推销 你把它写下来 要另外一种销叫做吸销 你要把它吸下来 好不好? 吸过来 如何吸引它? 绝对不是你的产品 没有人喜欢被推销 但是客户很喜欢购买 自己去决定去购买 而且每一个人都每 这一辈子当中 有花很大的时间 都一直在购买商品 因为人的欲望无穷 所以当我在叫销售的时候 有的人讲说 老师你叫这个东西 可能不适合我的产品 不适合我的行业 其实错好不好 不管你是B2B还是B2C 我们面对的不是产品 产品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我们在销售的时候是人对人 People like to buy from people 人对人 所以是人的问题 你只要解决人的问题 产品不是问题 如果你用产品往前推的话 它就会越跑越远 好 你要开始要做销销 至于这个部分怎么做 你今天没有很多时间跟你分享 不过你把它记起来 就是你要用销的来 好不好 不要再推了 OK 还没有继续以前 让我看看直播间 有谁到了会场 我每个礼拜一 一点半的时间 都会在我的Facebook 面子书的粉丝页 做这个直播一点半的时间 所以有机会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面子书 不是我的面子书 这个粉丝页 按like 好不好 追踪我 好 我们来看看直播间 有谁到了会场 孙永红 孙永红你好 喜欢学习赚钱 你好 你好 下午好 是 你在乎什么东西啊 今年 是 你在乎这件事情吗 好 大部分人都觉得什么呢 都是自己是销售员 Chris Chu你也来啦 Asmia Chua 下午好 是 哎呀 谢谢凶永红 你帮我tag那么多朋友 帮我转接那么多朋友 哎 你听了第一点 对不对 如果你听了还不错的话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麻烦帮我做一件事情 请你tag一些朋友 让他进来看直播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没有关系 如果他没有看到你可以分享给他 因为他还可以看重播 那么也欢迎你转到一些社群媒体去 非常谢谢Li Ming Lian 经常帮我转到很多的一些群体去 谢谢你的帮忙 好不好 好的 我都会在这个地方做直播 我们继续看一下 哎 Korili你来了 是 YouLi Lim 你也来了 下午好 是是是 哎 有些人喜欢销售员呢 比如说像Asmia 对不对 喜欢销售员 Sivia 喜欢销售员 可是我看看其他的人 比如说是 Janice Chris Sung Yong Hong Yu Li Ling Li Ming Lian 都不喜欢销售员 你们算是很正常的 是的 哎 没有人喜欢被推销 因为人喜欢购买嘛 对不对 哦 Hui Ngo Day 你也来了 你好你好 欢迎各位来 被动式 卖自己 对 谢谢 谢谢 吸销 对了 Sung Yong Hong 叫吸销 就是刚刚我讲的一个重点 别再推销了 用销的 Npah Hong Npah Hong 你好你好 是是是 我们今天谈的 哎 谢谢各位 你都帮我tag一些朋友 非常好 我们来谈的 我们今天谈到现在为止呢 谈的第一个叫做被动式 如果你要赚钱的话 或者你的销售业务要增长十倍的话 不要再多推销 你用销销 想不相信一件事情 如果你用销的 你又省时省钱省力 有机会的话来上我的课 你会更加了解 今天没有很多时间跟你谈这个部分 但是先把原则先抓好 第二个原则好了 推荐是 你说我是上班族 我没有卖产品 可是我想要增加收入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 媳妇熬成婆的 你就会加薪 过了五年十年 你自然而然加薪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 是不是你要的呢 你是不是在乎 一步一步这样子做呢 还是你是否有想方设法 你在乎另外怎么样呢 找求新的方案 因为过去的老路带不了到我们 老路带不了我们到新地方 是还是不是 老路带不了我们新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作销 你是上班 你没有产品的话 那怎么办 我介绍你这个方式 叫做推荐式 推荐式的做法 所谓推荐式的做法就是呢 凡是你生活上用的很好的东西 你想方设法 把这个东西做什么事情呢 你想办法把这个东西 联络到他的总部或代理商 问问他 我可不可以代理你的产品 因为我用的很好 而我又有朋友圈 这样子的话 我帮你推荐 你是否能够从中 有一些叫做 可能是佣金 一些回馈 一些提成 这样你明白吗 现在这个社会 谁没有一两个产品 在他身后呢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恐怕思想上 要开始做一点的调整 因为销售就是 帮客户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是 纯粹的要赚钱 卖他产品 让他吃亏 挖一个坑给他跳 因为曾经有一集 在66集吧 今天是70集 对不对 今天是70集 我曾经在有一集 66集 你去看看 如果有机会 你看看66集 我谈过 销售是一个愉快聊天的过程 它是一个愉快聊天的过程 聊什么呢 聊聊客户 他的梦 他的梦想 对吧 聊聊他的心愿 聊聊他的担忧 聊如何拿走他的心愿 聊如何拿走他的担忧 所以销售 销售不是有对立的立场 销售不会有压力 因为没有对立 因为你是帮助你的客户 解决问题 既然你用了好的商品 为什么你不用推荐式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现在社群网站很发达 每个人都可能几乎都有参加 比如说是Facebook IG YouTube 或者是微信 或者是台湾的朋友 可能是LINE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WhatsApp 都有在联系 对不对 当你想买一个东西 你不知道怎么样用的时候 你会不会问朋友 会嘛 所以你的朋友会推荐你嘛 问题是他推荐你的时候 他自己有没有相对的在你没有吃亏的情况 他有提成 他有commission 他有分红 他有花红 他有一些收入 如果你要增加收入的话 请你考虑去代理 也可以啊 推荐 对了 加入一个 直销也好 或者是房地产也好 汽车也好 卖汽车 卖汽车可能比较难一点点 对不对 保险 也可能比较难一点点 可是你用了一些日常用品 你可不可以加入一个团队 对嘛 自己为自己怎么样 把自己的收入自己提成起来嘛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要推荐给你的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推荐式 推荐式的就是你没有产品的时候 也可以增加你的收入 来 深呼吸一口气 吐气 再吸一口气 吐气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2020年 个人赚钱的三大原则 我们第一个原则谈了叫什么呢 被动是你不要成为客户讨厌中的推销员 不要推销而要稀销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没有产品 你也知道销售是一个提高收入 一个很直接的方法 那么你就可以走推荐式 听了两点 怎样 还觉得不错吧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帮我tag一些朋友 让他继续来听一下好不好 让他也有收获 特别是你有团队 特别你是做 多层直销的 或者是你是做组织营销的 或者你是做保险的 或者你是做房地产的 你卖汽车的 凡是你有在销售任何产品的话 今天这个课题非常适合他们 如果他们能够打开销售 认为销售不是一件坏事 认为销售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很多人的观念还没有清 很怕做销售 自己用了好的东西 也不敢跟人家讲 如果没有赚钱的话 那就很敢讲 可是一有赚一点钱 好像心虚的感觉 是不是啊 有机会去看一看第66好不好 这个完了以后 直接去看66 我讲销售的一个观点 对啊 有些人很怕销售 我上一集还想 上一集是一个香港的朋友 他做房地产 他还问我 他说他也是很讨厌销售 但是他做了整10年左右了 每次顾客都不尊重他 被拒绝等等等等 哎呀 我上次回答他了 有机会你去看一看 当你看了这69还有66G的话 那么你销售会更清楚 你也知道没有时间 更应该做 而且也可以做 为什么呢 因为待会我会跟你讲第三点 第三点你听了以后 你就会更加的清晰了 好我来看看 直播间有谁留什么缘 好这边我看看 哎呀谢谢你们帮我tag那么多朋友 谢谢谢谢 谢谢孙永宏 Korili Chris 哎 Mickey你来了 Mickey Prune 上柜好久不见 你好吗 是的 Asmia推荐是 OK Asmia帮我tag很多朋友 是的 谢谢 谢谢 哎呀 谢谢 谢谢 销售就是帮客户解决问题 是的 所以你的产品不是解决方案 千万不要在你的Facebook 我讲了多少次 可是有一些人他说 如果我不这样子做我要做什么 什么叫做不这样子做 每次在他的Facebook打他的产品广告 你不是把很多人推得远远 你的广告是要给谁看 除非你的Facebook你的页面是纯粹是给自己人看啊 所以他看广告代表你很忠诚 他知道你这个 你这个人信得过 因为你一直在使用产品对不对 使用这个东西 可是你找不到新人啊 你有没有发现到业务 你的业务 刚开始的时候 前面三到六个月成长很快 可是过了半年以后就才开始停了 过了一年以后停了更多 有没有 甚至你会开始往下滑 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人的业务都慢慢开始往下滑了 你有没有办法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扭转明年好不好 我今天听了课 听见你听了课 很可能这个就是你的扭转点 扭转这样子上来就好像一个hockey 有没有 一个勾球 一个勾球那个取棍球那个棒 有没有 hockey stick 这样子有没有可能 如果你发现到你的业务一直在掉 你的业绩一直在掉 很可能的原因是因为 你每次在Facebook那边 人家一看到你 你就把人家推走了 特别是新人 因为新人不喜欢看广告 就好像你不喜欢看广告 你在YouTube有没有看到广告 你看到以后你就按什么呢 skip 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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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做别人讨厌的推销员 我们要做顾问 推销员坐在 在门口等顾问来到会议室那边 还有茶喝 给人家的样子 更加的体面 是来是不是 所以你要开始转型 从销售员变成一个顾问式的营销 变成一个教练 那么你的生意就会不一样 观念一改变 做法就不一样了 有没有听到一点东西啊 有听到东西的话 有收获吗 听到现在有收获吗 有收获的话 请打一个五号 好不好 在直播间打一个五号 听到现在有收获的话 请在直播间打一个五号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直播间还有谁 销售就是一个愉快聊天的过程 聊出感觉自己的需要 聊出聊对方的心愿 聊对方的担忧 聊如何拿走对方的心愿 聊如何完成对方的心愿 聊如何拿走对方的担忧 我在讲一遍 销售是一个愉快的聊天过程 聊对方的心愿 聊对方的担忧 聊如何完成对方的心愿 聊如何拿走对方的担忧 所以聊天就是销售 如此而已 就能够做到怎么样呢 不销而销 叫做被动式的销售 我们谈了两点嘛 一个被动式 一个叫做推荐式 没有产品的话 也可以用推荐式的 来提高你的收入 非常好 这边我看到蛮多人打五的 非常好 哇,你今天来了 好的 好吧,我们谈了两点 最后来谈一谈吧 最后一点 2020年个人赚钱的三大原则 最后一点提供你参考 这一点叫做什么 零接触 什么叫做零接触 什么叫做零接触 零接触就是我现在跟你的做法 我有跟在 现在跟你有什么 有接触吗 完全没有接触 疫情过去了吗 疫情现在的确诊率还有多少 只是没有公布而已 马来西亚现在还是几千 常常是这个样子 对啊,这不对啊 是我们出去见人 效果会更好吗 也不见得效果会更好 大家都有一点担忧 是是不是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对过去的做法比较熟悉 现在开放了 现在可以去见顾客 去见顾客的时候 你发现到大家都有一点担心 而且大家都戴着口罩 在讲的时候 有没有到位啊 好像有讲也没有什么到位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很多人 还是需要透过接触 可是如果你懂得零接触的一些思维 那你的人生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线下是你很熟悉 过去线下也没有做得比较好 只不过是现在疫情不能够现下以后 大家疯狂回到以前熟悉的一个环境 一样有问题 对还是不对 一样开发不了客户 一样那个业绩还是这样子停到一个地方 没有办法继续的发展 所以你一定要打开另一条路 因为老路到不了新地方 把它写下来 老路到不了新地方啊 当你很清楚知道这一点以后 你是不是开始要接触 要接触 可是是透过零接触 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讲的一个方式 是的 这个方式呢 很棒是因为你不需要跟客户见面 都能够做到生意 你说不需要见面都能够做到生意 可以啊 为什么呢 因为被动式嘛 对不对 被动式 而且是什么呢 被动式我们谈的什么 嬉笑 对啊 对不对 你吸引他们过来 然后你跟他零接触 因为零接触 因为能够吸引他们过来 所以你还是有机会 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 不用去跑 如果你要线下去跑的话 你一天能够见几个顾客 而且不是第一次见面 他就会跟你成交 对啊 这不对 你还要跟进 跟进的话 那更麻烦 如果要当然这些做法 无可厚非 可是现在多一个选择 那是不是更好啊 什么吸一口气 吐气 再吸一口气 吐气 是的 所以今天这个课 今天不是课 今天这个直播 也算是一个课 好像把它当个讲课一样 一个礼拜才做一次 所以今天做比较长一点点 让你有机会 更加完整的看见 你要努力的方向 2022年 你一定要开始 要分身化 什么叫分身化 把你变成一个很多分身 然后同时进展 以前都是靠 十身 有没有 本尊 可是现在如果你懂得 零接触的方法 透过镜头 透过视频 透过文案 透过语音 这方面自媒体 那么这样子出去的话 你的影响力 扩张会比较不一样 是还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很怕做销售 你也不用见顾客 你只要面对镜头而已 对不对 你不用面对别人的拒绝 为什么呢 因为被吸引你过来的 都是你过滤掉的 你讲的东西 有的人说 讲的那么差 讲的那么烂 他自然而然就自动筛选了 当他自然而然 自动筛选了以后 那么他会来听你的 继续来 继续来的人 继续来的人 是不是你已经过滤了 所以当你过滤了以后 他对你某个程度 有一些认识 有一些了解 如果你谈的内容 或者是你未来 跟他在接触的时候 你能提供他一些价值 那么他就慢慢会信任你 你就可以开始认识到一些朋友 可能从朋友当中 慢慢变粉丝 甚至变钢丝 变成你的铁粉 还会捍卫你 而且会帮你转介绍 为什么帮你转介绍 因为你不是一个 讨厌的业务员 因为你是一个 可爱的顾问 可爱的教练 这样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当你清楚了以后 你就知道 哇 现在我们是坐在 金山银山上面了 金跟银上面了 还喊穷 你只要有一个镜头 你只要去跟别人沟通 让世界看见你 你零接触也可以做生意 而且这个生意 如果你做起来的话 是724 放在网站上面 你还可以带组织 还可以开发 客源 还可以增援 还可以倍增 你为什么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不明白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如果你还在迟 还在等 还在自己的心态 要不要做还是不要做 还是常常上了课 前面一阵子很热 一时冲动 结果没有办法一直冲动 你看看有多少人去上 现在网路课程一大堆 不愁没有机会上 对还是不对 你看看多少人上了课 还是老样子 以为上课就会成功 不可能 那是假学习 我们都知道假学习 所以学习是一种消费性行为 它没有生产性 它不会再创造 它如果没有再创造 它一直在上课 它只是求心安 那个叫做精神鸦片 自我安慰 高级化妆品 上课好像冲热水凉一样 还继续去吗 还继续去 还继续去上课吗 去找名师吗 不是不是这样子做的 这个想法要改变好不好 不是课程没有效 是我们自己控制不了 自己的行动力 没有行动 所以你要的是什么 要把它什么 要解决四个学习的问题 学了未必懂 懂了不去做 做了不确定 确定做不久 你要做久 所以我们才有一个课程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教练的过程叫什么呢 120天 120天培养你的习惯 所以我在教练的过程当中 我在国庆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呢 其实技术都已经懂了 懂了以后 但是没有办法去做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吧 哎呀 这个部分有缘的话 我们继续再聊好不好 继续再聊 凡事如果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当你觉得目前到目前为止 如果你还觉得 哎呀 上课的时候呢 到底应该怎么样 怎么样做的好 或者是你曾经上过我的课 我欢迎你好不好 跟我make appointment 我跟你做一个one to one one to one 电话联系也好 或者是中也好 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来看看你的问题在哪里 好不好 今天就特别送给你这个福利 因为我发觉到今天 有很多的一些老会员来到这个地方 是我特别送给你一个福利 就是你跟我的助理 make appointment make什么appointment呢 这个助理的电话就是 0166267933 然后你打一个字给他 好不好 叫做coach hashtag coach 一个警字 然后一个coach 你打这个给他 然后呢 我的助理就会跟你make一个appointment 那么我来跟你一堆 看看你的问题在哪里 我为什么这样子做 一 因为你是我的会员 因为你上过我的120天的课程 那么我看看 以其一直在这边跟你讲 不如我真正的去了解你的问题在哪里 看看我们能不能给你一些方向 好不好 是的 好吧 今天我看时间也是差不多 哇 今天我用了很长的时间 一个礼拜一次 就这样子 一次勾勾力力给你 给你很多干货 让你真的怎么样 在2022年呢 好好去规划一下 好吧 好的 最后看看直播间 有什么留言 再看 哇 今天有1033个爱心 哇 太棒了 有437个点赞 哇 还有18个笑脸 哇 今天的反应不错 好吧 好吧 我们来看看今天 哦 哦 是是是 超群慕 是的 你来了 是是是 好的 老路到不了新地方 谢谢 谢谢超群 超群慕 还有孙永恒的一些注解 哎 还有什么 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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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 凯凯 凯凯凯 哎呦 这个我是不会念你的名字 不好意思啊 是是是 谢谢你 谢谢你 已经在座临接触了 哦是的 孙永恒已经在座临接触了 非常好 哎 谢谢帮我 Tekno World 很多朋友 要成为一个可爱的顾问 可爱的教练 是 超群慕 要成为一个可爱的上线 可爱的领导人 哦 谢谢 谢谢 哦 我是一个可爱的教练吗 谢谢你的鼓励 哦 罗斯宏 哎呀 好久不见啊 还有一个 Dio Dio HP Dio HP OK Dio HP Dio HP 很久不见 哦 是 你好吗 是 希望 这个期间 你过得很好 年底啦 明年又是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里面 请问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吗 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下个星期 我继续会跟你再见面 所以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我 你不知道我是谁 其实我做的工作非常简单 我是在协助你 打开镜头 打开新人脉 打开新市场 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是你的镜头教练 有勇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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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